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逆转战胜德国选手单小娜成功晋级到了女单八强 四局比分为9比11 11比5 11比3 11比8 据相关专家介绍 在目前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主力的选手中 王毅迪仅对王外玉处于下风 最近多次战胜陈梦 孙颖莎 陈信桐 如今王外玉已暴冷出局 王毅迪将迎来夺冠的一大奇迹 本次比赛 首局开始后 善小娜率先发动 左推右攻虎虎声威 随即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不过王毅迪两面胡圈球的威力也确实惊人 很快便追分到8比9只差一分 此时 善小娜连忙叫出暂停进行调整 回到赛场后 王毅迪再得一分 将比分追平 但紧接着善小娜的快攻奏效 加上一个擦网运气球助攻 由此而以11比9险胜 拔得头筹 善小娜大比分1比0 取得领先优势 第二局比赛很快到来 王毅迪逐渐找到了状态 很快便以11比5扳回一城 双方战成1比1平 重新回到同一七跑线 第三局比赛开始后 王毅迪彻底爆发了 狂轰11比3的悬殊分差 成功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王毅迪再接再厉 没有手软 以11比8拿下第四局 结束战斗 这样 王毅迪就以大比分3比1击败善小娜成功晋级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